今天是8月12号 现在是上午的9点59分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盘米A股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行情 指数全线发航的 那么接下来怎么走 接下来会继续上涨吗 盘中的热点主要集中在111流这一块 那在新冠卷土重来或者新冠再次爆发的状态下 一二股中间能有多大 能不能走出一波强劲的反弹 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就相关盘面做一个进出制度 加上之前飞行区一波波波波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周末也跟大家说过A股的话会有低点 但是也不要慌也不要急 很难会出现大跌 如果也出现急跌跳水的话 还是可以博一个反出反弹的 目前的A股就是这一种正道的行情 分化特别厉害 显得大涨难 显得大跌也难 那在这种困境下我们只能做一个低吸潜伏 或者做一个低位的什么博弈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底仓的低位撒下来 我们加一个仓 那么拉起来 我们再考虑减操做一个差价是没有问题的 朋友们在操作这么开始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的好 回到市场 A股目前的盘面属于一个分化 我说分化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权重也好 题材也好 涨的大涨跌的大跌 其实这种情况下做起来 不然难 说白就是我们的市场 持续性不太好 追高特别难做 这种情况下 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今天的盘面最强的是医药医疗这一块 那么医药医疗这一块 为什么会涨 这个就不得不说 跟周末发的消息有关系 对吧 周末我跟大家说过 就是新冠大幅度增加以后 还有超级病毒的来袭 所以医药医疗方向出现大幅度反弹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新冠特效要是涨幅比较大的 涨了1 涨了3.4 还有像其他的一些相关品种也会上涨 那么这些方向能不能持续呢 接下来我们来讲重点了 好 大家看新冠特效要新冠特效要早盘是高开高走 直接往上冲 在上周我就重点讲过这个方向 我说本身它有低位 迎来超低反弹 再加上最近它的什么 它的利好比较多 因为这个新冠扩散比较快 还有一个就是直接超级病毒的加码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大发表 上周给大家中间讲过 这里是一个大阳线拉起来 阳线阴线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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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 还记得吧 在周五的时候这一天我是重点讲过 当时有人问我问题 哎呀哎呀 这个是吧 这个医药医疗这一块星光这一块 这里撒跌了跳水了我能不能低息 大家现在看一下 怎么样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低息的 你是不是获利了 你是不是抓起来 我是不是跟大家接的很清楚 那起来我们就减仓 跌下来我们再接回来就这么回事 那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就是参与的博弈的话 是不是获利了 新冠在这一段时间确实出现反弹 尤其是像一些大城市 很多这个习惯 突然就加加码了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说是一个 比较正常的情况 他的这个目前只是说属于一个反抽反弹 而且他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短期他可能会有一个 有一个炒作 再加上这个位置确实跌的太多了 应该一个超跌反弹是比较正常的 我在昨天前天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方向我们重一点是什么 重点是一些前期的老的人气票 老的农头票 你看像果真刀子 直接就是在近期出现异动 你看出现拉升 还有一像什么苏泰 神也出现了新华资料 这个是新冠的老的人气票 老的一个农头票 调整非常的大 但是近期的话 出现明显的异动 还有像其他一些医药 众生药业 这些也出现明显的异动 这里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短期的相关板块 出现利好加斯下 由于他位置比较低 以来个超跌反弹 但是中长期来看 大家还是要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不要盲目去追高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要说他现在反转还为时上涨 在操作上面 我们就是什么 以前排的人气票博弈为主 后排跟风的就不要轻的去参与了 因为你看尽管指数上上多点 只有一个票早点就说没问题 好 那说这些相关的你看 幅度升值这些都属于一个什么 明显的这一个 上长还有看包括中药 中药化今天表现也不错 目前中药化 你看他走势跟新冠的 这个走势是差不多的一个行情 另外一个就是中药的行情 他很多都是前期的老的人气票 你比如说 像香雪 这些这大事出现明显的异动 那他毫无疑问 就是医药医疗这一块的核心人气票 在前面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讲什么 我说你去做一个板块 去追逐一个热点的话 你要不就参与最强最火的 要不就不要去追高 像这种人说什么板块的最强最火的 当然你实在怕这种不敢去的 你可以找什么 找前期的人气票 农头票去潜伏 大家看一下医药是不是 这个特医是属于前期的人气票 前线农头票 好再看一下以你是不是 以你也是的 是新冠时期的人气票农头票 还有包括众生药业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节奏的策略你不要做错了 我觉得大家抓住重点就行了 在整个的医药医疗这一块 但经济走势确实是比较多的 比较好的 自己明显的一个入场的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重视一下的 这个就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 超跌反弹再加上有利好加持 迎来一个短期的异动短期的波动 好 我们回到这场 回到刚刚才的问题 在利好加持下他突然上涨了 这个能不能持续 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 A股的整个的一个题材炒度 他的这个持续性都不是特别的好 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医药医疗这一块 对吧 你比如说像星光特效药这一块 你按照我的策略去是没有问题 我的策略是什么 拉高极拉了我减仓 你还急跌急伤了 我再接回来就这么个节奏 你看这个思路去是没有问题 你看这个星光特效药中药等等 这些都是一样的原理 一样的策略一样的失误 好 从目前的市场 我们可以发现中 其中的端倪就是 市场里面的热点几乎都是一日游 那我们该怎么去应对 就比如说 在今天跌幅比较多的是教育和房地产 就在刚刚还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哎呀 把这个房地产跌了 我在周五超 周五的追了 能不能割入 会不会再反复上去 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教育的走势 说起这个我就感觉无语 因为在房地产周五的话 他都推进一个什么 推进一个快速拉上的时候 你看这里 对不对 盘中一度大涨了三个多点 接近四个点 所以很多认为房地产会大涨会暴涨 甚至有人直接追进去 因为他周五的话 他就直线是吧 冲上了这个所谓的60级约线 那么站上60级约线 很多认为会大涨了 直接在这里出去一波上涨 那事实给了大家一耳朵一耳光 对吧 我在前面讲过 我说房地产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会涨 上涨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利好加持下的抽跌反弹 所以朋友们 你要记住不要轻的去追 不要轻的去追 我说你前幅可以 盘中极大冲割了 大大强压力未来 大家可以考虑减仓 考虑撤退 就这么撤退 这么失望 周五的话房地产也多出现上涨 涨型的 但是你看今天很多票就备案了 生物业是吧 走出了一个大长腿 然后直接备案了 今天离开 直接往下跌 还有在周五的话 你看多次票 像南瓜之业这种大轮 几乎都备案了 所以你再去追高的话 是不是风险非常大 这里再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房地产板块 它是属于什么 属于轮动 属于一个抽屉的状态 你还记住 它的龙头也是在转后当中 所以你去参与追高的话 无疑就是是吧 无疑就是为了送钱的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 在A股 整体表现不佳的情况下 银行 这个房地产板块的话 追高 取了很大的勇气 好 那你看房地产这样子 说这个教育 教育这个是 真的很坑 真的坑 我记得在这一天大涨的时候 有人在使劲的加仓 使劲的追 因为这一天你看发的量 我就想不通 当时有人问我 为什么教育会突然下爆发 原因在于什么 原因在于 那几天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就是说教培要卷土重来 就说要把教培放宽 其实说真的 这个我当时一想我说这个不可能 对吧 我就好不容易把教培限制住 一下子就放宽 然后原来是什么 是我们行业 或者说是很多人误会了上面的意思 上面说要什么 要扩大消费 比如说商业的消费 比如说一时住行的消费 比如说旅游消费 当然这个教育也算其中一种 比如说教育消费 就是说 对吧 教育产品相关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去 提高这个消费能力 很多误认为这个教育消费就是什么 就是培训放宽 所以法教教培这个方向 炒得火热 结果最终 水买单 在这一天的时候 商工部门已经成千了 并不是要放宽 对不对 所以他走出来跟连续的跳死杀 那在这个高位最高到现在应该是在措手里面哭了 这里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教育在现阶段 它确实是属于一个大底的附近 那么 量放出来了 这里明显的是属于一个什么 是属于一个反转的信号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反转的信号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等于说 等它回踩下来的 这个低息潜伏 拨一个反出反弹 我觉得没毛病不纠结 所以大家在超购买不要注意 就是在这个时候 整体来说教育板块 这个走势是属于一个底部的异度 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什么 是需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就是大涨了票 不要轻易的去参与了 就是人家涨了几十个点 就不要轻易去博弈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我们的市场 热点几乎是一日游 或者说是什么 仅多两天的政治走势 所以它持续性非常的差 在操作上面我们要特别小心和谨慎 就包括今天的一要一流 今天是权限爆发 那刚刚还有人说 还有人问要不要追高 其实我在上周 包括前几天也跟大家众人讲过 你按照我的策略按照的施政区是没问题 但是切勿切记 轻易的去追高